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这款玫瑰花的勾法 把它做成盆栽或者其他的装饰都可以 这个线我用的是五股牛奶棉,勾针3.0毫米的 接下来我们先勾花瓣,再到花托,最后呢勾叶子 首先勾53个变子针 好,大家自己完成,接着我们开始勾第一行 从倒数第二针开始,往前面每个针目勾一个短针 总共有52个短针,挑变子针的半根线 就这样,勾短针啊 第一行短针勾好了,接着勾第二行,先勾五个变子针 这五个变子针相当于一个长针,加了两个变子针啊 翻转,绕线,我们在第一个针目勾一个长针 再绕线,控两个针目到下一针 先勾一个长针,先勾一个长针 这是第二行的勾法 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啊 绕线,控两针,下一个针目 勾一个长针,两个变子针,再绕线 同一针,又勾一个长针 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把第二行给它勾完 勾到后面,还剩最后一个花样 绕线,控两针,就到边上 最后一个针目 先勾一个长针,两个变子针 绕线,同一个针目,再勾一个长针 这样第二行完成,总共有18个这样的花洞 就是数两个变子针的洞就可以了啊 接着我们勾第三行 三个变子针,翻转 这三个变子针相当于一个长针 接下来我们在第一个花洞里面 再勾一个长针 然后两个变子针绕线,同一个洞 再勾两个长针 这个呢,是第一组花样 然后绕线,下一个洞 都是在上一行的两个变子针洞里面勾啊 下一个洞,先勾两个长针 然后两个变子针 再绕线,继续同一个洞 勾两个长针 好,那第三行大家自己完成 第三行勾完之后 同样的有18个这样的花样 接着勾第四行 锁一针,翻转 然后我们在两个变子针的洞里面 先勾八个长针 八个长针勾好了 接着我们在两个花样中间 这个洞里勾一个短针 接下来就重复啊 绕线 在两个变子针的洞里勾八个长针 然后又在两组花样中间这个洞 勾一个短针 最后一个洞也是勾八个长针 接着我们在旁边 就是两个长针之间这个地方勾一个引拔 锁一针 如果大家是缝合的话 那么就多留点线头啊 我等一下呢 用胶给它粘上去的 所以呢 就不用留长线头 接着我们来卷这个花朵 可以正面卷 也可以反面 我们先来卷这个正面啊 正面朝上 第一个花瓣呢 我们先做一个花心 然后把它卷紧一点 到后面呢 就给它制燃的 这样给它卷起来 尽量这个花瓣要错开啊 好 这是正面卷出来的花样 然后我们看反面 把这样反面朝上 同样的第一个花瓣 先给它做一个花心 然后这样给它卷过来 卷好之后呢 就给它自然的放松 卷过来 这样它的花朵就是全开的 我都是用这个反面 卷在里面的啊 这样比较好看一点 接下来我们勾花托 第一圈环形 然后先勾三个变质针 作为长针的起立针 不算针数啊 绕线 我们在圈里面 勾十个长针 十个长针勾好了 我们把这个线圈 稍微给它拉一下 不要拉太紧了 留一个小洞 接着 在第一个长针的针目 引拔 现在我们来勾第二圈 三个变质针 作为长针的起立针 这一圈我们在每一个针目 勾两个长针 第一个针目 也是勾两个长针啊 勾完第二圈 就有二十个长针 第二圈勾完 同样的在第一个长针的针目 引拔 现在我们来勾第三圈 两个变质针 接着勾四个未完成的长针 绕线 第一个针目 第二第三第四 这样是未完成的长针啊 勾针上五个线圈 绕线 一次性给它带过来 然后锁一针 接着我们要勾一个尖尖啊 在锁一针的这个洞里 这个地方 勾一个引拔 接着两个变质针 然后同下面最后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同一针目 勾一个引拔 好 接下来重复 先勾两个变质针 绕线 到下一个针目 一二三四 勾四个未完成的长针 绕线 绕线 一起给它带过来 锁一针 然后勾一个引拔 在两个变质针 从下面这里 勾一个引拔 好 我们把第三圈勾完之后呢 有五个这样的变片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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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